哈囉大家好 我是GR很熱 歡迎來到很熱真生活 我們一起很認真生活 今天呢又來吃好料啦 今天來吃的是 夏慕尼 他也是有活動喔 活動時間到6月14號 鄉親請去他們的粉絲專頁查詢 主要就是599可以折100 話不多說 趕快吃吧 我超餓的 是這樣子擺 他第一個是 大馬生起司麵包 然後接下來就是沾起司麵包的醬 鴨胸的醬 松板豬 醬燒松板豬 然後這個是 法式 嫩尖鴨胸 最後我們還點了一個櫻花蝦炒飯 櫻花蝦炒 夏慕尼的算是招牌啦 然後呢他還有附餐具 越是艱難越要吃飯 才有利息站在一起 王品集團 OK吧 他附的衛生紙 清潔的東西 好 趕快來開吃囉 醬燒松板豬 醬燒松板豬 也是相當的美味 醬燒松板豬 炒飯就沒有辦法用那個 濾波包起來了 所以他就是 感覺應該會比較快冷掉 櫻花蝦炒飯 哈拉瑪森幾次麵包 快 這樣兩塊是60塊 350塊 然後收滿足是 280 180 櫻花蝦炒飯180 好 我們來吃 我的鴨胸 然後還有紅酒醬 他其實這樣子用鋁箔汁包起來 其實沒有到說變得很冷 嗯 給我吃 別吃 嗯 嗯 完蛋 他的鴨胸 好大塊 嗯 你覺得他之前的鴨胸是那種入口即化的鴨胸嗎 在那邊會切得比較薄 嗯 哇 還是現場是比較好吃 外帶我覺得真的 有人在我那個稀奇下面留言嘛 說 這種鴨胎 植物其實不是 最重要的 他還是提供了一個 服務 然後環境氣氛 然後還有跟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跟你的同事 聚餐的一個感覺 他裡面還有一個蘋果 嗯 他這個鴨胸一塊好大塊喔 然後他因為上面有這個皮有沒有 就不是很好咬斷 他應該可以再切小塊一點 不過 也是挺好吃 我們沾一下他的紅酒醬來吃 沾一下紅酒醬 再吃一口 不行那個皮真的要弄掉 嗯 我覺得鴨胸 怎麼辦 可能鴨胸 沒有當下吃 真的就不好吃了 好 我們來吃吃看 豬 松阪豬 松阪豬 這應該就不會難吃了吧 嗯 貼得薄 然後 味道也還在 然後也溫溫的 裡面的馬鈴薯 好 來吃吃他的櫻花蝦炒飯吧 嗯 炒飯的味道 不會變啊 你一直有變 再來 踏馬燈起司麵包 我們這起司麵包也是 烤過之後 其實放了一段時間 我們 我們是訂五點四十去拿嘛 然後我大概 六點到家 但是現在已經七點出了 因為我們剛剛在忙 所以就 太晚吃了 那我帕馬燈起司麵包 配那個 龍蝦沙拉醬 挺開胃 哇 這個很讚 這個好讚喔 這個讚 這個讚 笨蛋 夢夢夢夢夢夢 整體而言 今天的餐點我們這樣點是 總共是770塊 因為 加加起來是870嘛 然後他現在到6月14號的活動可以折100塊 滿肚子都有折100 所以總共 我們貨了740塊 那我覺得鴨胸 它是最貴 350塊 感覺可以考慮換成其他的主餐 是不是 如果這個炒飯 跟這個潘瑪森 嗯 相當好吃 這樣煮下來也是人均大概 400塊 嗯 吃一餐 我覺得還是還可以接受啊 一個禮拜這樣吃一餐 還OK 尤其現在就是疫情期間 錢也沒地方可以 那就吃好料了 掰掰 不可以喔 好了 我們就繼續吃吧 我覺得這種西餐 用外帶的就 打折不少 就比較沒有Fu 它真的很吃 當下的環境氣氛 畢竟這麼 這麼貴的西餐 就是 以它原價來說 這麼貴的西餐 通常都是要 有些節日啊 或者是很值得慶祝的 事情 還要去吃 所以我們那種心理就會很 很重大 然後當它變成外帶的話 就好像少了那個儀式感 嗯 希望 疫情可以快點好轉 然後大家可以出去外面吃 再 到那個吃飯的場合 重新去體驗那個 疑似感 疑似感 小白你來囉 牙匈你可以吃嗎 不行啦 嗯 這調味太重了 而且我們今天點餐超快的喔 我們大概三點 三點多 打開網頁 它有一個網頁下單系統 然後你就是在網頁下單 然後我就選今天下午 五點半 取餐 其實就ok了 其實下單超快的 而且 你也不用注冊會員 也不用登錄什麼的 你就單純點餐 把你的聯絡人資訊寫完 然後按下送書就ok了 其實真的超方便的 我覺得比起 你要打電話 然後去塞報 真的是方便不少 嗯 而且 有三種活動 大家可以去他的粉專去看 然後活動一 我們用不到 因為我們不在台北 然後活動二就是 打炒飯愛麵包 他就送你潘瑪森的麵包 喔要買炒飯 你點了櫻花蝦炒飯 或者是松露炒飯 你在備注欄打 炒飯愛麵包 他就送你潘瑪森的麵包 然後第三個活動 就是滿599 只有100這個活動 然後他還打電話給我說 因為我們是先用 第二個活動方案 就是送麵包的 但是麵包只有60塊 但是第三個方案呢 是折100塊 所以他就跟我說 欸我幫你麵包用加點的 但是我幫你再折100塊 等於說他那個服務人員 超貼心的 就幫我們省了40塊 讚 這邊給他 給他們一個讚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 看到影片 現在想點的話 用餐時間前的 一兩個小時點都還ok喔 我今天在取餐的時候 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排我前面的人 他點完餐之後 然後沒有確認好 然後也沒有在來路上 在打電話 或是在網頁上 在做加點 他選擇要再加點一份餐 一份主餐 一份掃飯 我覺得我看到 接下的那個 他們的服務生 有點點不悅的感覺吧 而且他們挺麻煩的 就是他還要在現場 叫裡面的師傅去做 然後就會整個delay到 後面拿餐的人 然後 因為那個小姐的點餐吧 然後好像有把後面的人的餐點 因為他們都是一包一包 桌子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 就是人來了 結完帳就可以拿走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要加點啊 改餐點的話 要提早去講 要不然他們其實 我看現場 大概只有三個人 在作業 一個 一個在外面接待客人 就是幫你消毒啊 幫你量額頭的溫度啊 然後一個就負責結帳 然後一個就負責 幫你準備餐點 然後讓你直接拿走 所以他們其實人手的分配 我覺得是很緊繃的 就很極限 如果還要再去處理 就是跟內場的溝通 幫你加點餐 然後再把 就是後面的餐點 做一個調配的話 其實會比較 麻煩一點 所以如果你要加點啊 你要 改餐點 提早講 大馬生起司麵包是 非常推一定要加的 然後炒飯也很推 豬肉也OK 鴨肉的話 稍微想一下 好 那來做一下ENDING啦 我覺得這一次吃 夏木尼外帶 還是非常的划算 然後我覺得也是 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嘗鮮 嘗試看看 那 因為平常吃夏木尼的話 可能就是 1000塊以上 可能1000元 1200 看你點的餐不一樣 那 這邊的話 我們兩個人 點兩克主餐 一個副餐 然後再一個 麵包 就以我們兩個人來說 其實 分量也夠 然後也吃得飽 那 只要不到800塊 有他這次的活動 然後他的定價也非常便宜 所以這樣換算下來 大概 真的是打了五折不止喔 所以 非常推薦大家 現在可能你 禮拜六禮拜日啊 工作完了 終於遠距工作完了之後呢 禮拜六日 好好放鬆的時候 點餐系統也方便 然後拿餐也快 然後到了家之後呢 馬上可以吃 包裝也非常的完善 不用花太多錢 但是有一個 蠻好的一個享受 讓你在假日的時候 這是一個好選擇 好不好 搞不好你看完影片之後 明天你的下一餐 直接 香蜜吃起來 好不好 所以我個人也是挺推的 餐點的部分 還可以接受啦 就是 鴨肉的話 就是稍微不推 其他都是完全 完全OK的 完全非常讚的喔 好的 我是G-R 很熱 這裡是 很熱跟生活 我們一起很認真生活 那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 更新通知喔 我是G-R很熱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拜拜 好了